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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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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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记住 记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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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在人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对我们不好 因为 因为 有几个人有几个人 还有就是造善业 一切 随便宜 随便宜人家 人家 随心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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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 前世是个男人 前世是个男人 不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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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冤枉 不停的被冤枉 还要不停的给别人解释 我给大家播送一下 大家听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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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腰和腰和腿都不好 因为我的腰和腿都不好 我现在就很痛啊 经常去喝啊 什么针灸啊 什么的 现在知道了 上辣了 现在知道了 上辈子的眼睛 我的右腿呢就是有过神经痛 对啊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过去上辈子你整天整天是踢人家用腿啊右腿 你喜欢踢人家你听得懂吗 知道 好了 第二我可以告诉你 你上辈子经常骗人所以这辈子你一辈子就要帮人家解释 你经常会做错事情不停的要给人家解释 听得懂了吗 经常 我这辈子真的老要解释 因为我都是被人家冤枉 身边的小人说得不得了 现在知道了吧 表解感情又不好 嗯 这种我和你年轻的时候顺利 知道就好了 知道就好好的修 你要好好念经啊 不念经不行的 听不懂啊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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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知道 啊 有时候往往习惯于有所求 做好事要求回报 付出总想回报 所以我们不能执着自己的拥有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 你就不能说一定是我的 我不能失去 那是因缘具足而成啊 那是缘笨 所以只要有缘 它就会有起 而且缘分会有缘灭 所以不要嫉妒未曾拥有的东西 好像我们这个东西还没有 哎呀,我这嫉妒啊 我真想拥有它呀 实际上你们知道 那也是个缘分的 看看有多少人中状元 有多少人去考试 不是每一个人都考得上状元 希望大家懂得 这个世界上一切如流水呀 今天有了,明天没有 有时候有些事情 在人间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了 想一想 我们过去小时候的恋人 当我们再一次重逢的时候 还会有那种惊天动地 感觉吗 像很平淡的 你好吗 你结婚了吗 几个孩子啊 哦,你单身啊 我也单身 那就是缘分还没断 让我们继续吧 活在人间 希望大家把人间的苦难 当成微风 就是风啊 微微的吹过来 又微微的吹过去 我们要心 要来去自如啊 我们要懂得 看开 想通 随缘 随顺 那就是吉祥啊 财长 告诉你们 有时候我们人有好胜心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大家要记住 如果你有不良的好胜心 想拉住别人 而用自己打击别人 这种就叫不良的好胜心 所以你就会被别人争斗 希望你们要活得自在安详 所以就要用人格的魅力 去感染别人 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要以德不仁啊 以理不仁啊 有时候争斗不能解决问题 想一想 两一战争打了几十年了 到今天他们的孩子生出来 就懂得拿枪 没有学校 没有任何的条件 就知道爸爸妈妈告诉他 对岸就是杀死你爷爷 杀死你父亲的地方 你长大了要把他们全部杀死 这就是恶斗争斗的结果 希望你们要懂得 学博之后 人格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 他能超出欲望的需求 人都有欲望 但是我不具有这个欲望 你就拥有人格 而追求品格的完善 所以学博人的信仰 应该是人道 无求 品质高 我们现代社会上 人性的扭曲 好坏不分 犹如小朋友乱用词汇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给你们听听 有一个小学生叫小新 他喜欢乱用词汇 老师早就知道他这个毛病了 老师有一天为了启发他就说 小新同学你站起来 你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 现在老师给你一个机会 考考你 你用一句成语 只能四个字来形容老师很开心 小新说 好的 老师你很开心就是含笑九泉 一个人如果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 把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或另外一个高度来看自己 你就能获得一种自在的境界 我问你们 没有上飞机之前 你在停机场里面 有很多人在等着 有的是迟到 有的是晚点 很多人有很多的烦恼 不停地打着手机 不停地打着QQ 但是你想象一下 当你飞机起飞之后 你看到的是什么 人的渺小和机场随着飞机的高度 越看越小 你手机不能用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你才觉得清静是那么的可贵啊 学博人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的烦恼都是人间的 当有一天我们境界提升了 人间的一切烦恼都不成为烦恼 而成为一种提升自己境界的增上缘 人必须把自己看得平凡一点 看得低一点 学大海啊 宽阔的胸怀 他永远处在最低处啊 学卖税啊 长得越高 头垂得越低啊 所以我们如果把自己看得平凡点 你就会超脱脱离短暂的利益 所以你就不会有各种烦恼和人间的争斗心 你也不会喜悦一时名利得到的加深 所以很多人得到的名和利 只能给你带来一时的欢乐和快乐 因为很快的你这个名就会慢慢的去了 你这个利也会慢慢的失去 实际上你就是回到你原来的你 所以有一个歌曲的名字就说 你还是原来的你 我就是原来的我 我们要防止恨念 台长告诉你们 人最容易生毛病的细胞源 就是在于你的血液的细胞转换体 细胞的转换体 是在于你整个血液循环的不正常 当一个人在恨的时候 为什么血压会升高 为什么他的血液会血凝度加深 这就是因为人不能争斗 不能愤怒 因为你要懂得 当你在恨别人的时候 会加速你自身的伤害 当一个人恨别人的时候 他首先的是恨自己 我为什么认识他 当你们被人家男朋友骗的时候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 我为什么骗他 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伤的不是对方 因为对方又快快乐乐的 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 而你自己承受和饱受着 无限的痛苦 让你难过生病 台长希望你们要找到痛苦的根源 要挖去这个源 你就要懂得心静自宽 心静自宽就是什么 心里要放宽心啊 痛苦烦恼就自然化去 记住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 当一个人烦恼自然化去的时候 净土就在你的觉悟中 所以人间经常讲一句话 叫执迷不悟 因为你执着的某一件事情 我一直迷在里边 你就不会开悟 想一想很多女孩子 刚刚迷恋上一个人的时候 爸爸妈妈跟他说 这个男的不能要 以我们不母亲的经验 这个是个坏男人 爸爸妈妈又不是你嫁给他 我愿意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他只要执迷了 他就服务了 在我们澳大利亚 当年有很多留学生过去 他们迷恋着gambling 赌博 他们迷恋着各种各样的一种 有习度 这个在澳大利亚都是有专门的地方 它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迷进去了 你就不会开悟 你就一直钻在里边出不来 这就是为什么 人这么可怕 当一个人不能思考 不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是在迷雾当中 所以才会产生出苦海无边 所以学过人要懂得 我们的心要宽 要不要狭窄 我们今天的幸福 是我们的心所造 我们今天的难过 也是因为我的心所造 所以精进的修行 那才是学博人的回头示范 讲一点点 这种知识性的东西给你们听听 好不好 很多人说 女儿养出来之后很不好 身体不好 感情不好 怎么办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女儿很多感情不好 是谁造成的吗 因为男人好色的 报应在女儿身上 男人太少 不肯鼓掌 那么我告诉你们 儿子如果受报 那么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肯定的是 妈妈品德不好 经常出去乱搞 孩子一定倒霉 所以儿子又跳又闹 希望大家要懂得 台长告诉你们 比方说 不该你得的钱 你去占人家的便宜 你知道这是佛教界讲什么 是替人担业呀 所以这个钱是属阴的 你们知道吗 天地都有阴阳两极呀 阴的东西拿出来就会倒霉 你在马路上拿出一叠钱 马上大家用现代的名词讲 叫吸引眼球 对不对呀 好了 接下来你就惹麻烦了 你的钱走到哪里 人家就跟到你哪里 接下来 抢你东西 所以女人本来就是属阴的 女人呢 不要太暴露穿的 得体就好 我告诉你们 在我们澳大利亚 帕拉玛塔 一个火车站 有一个女的 穿得很漂亮 很时髦 带着很大的金项链在那里 碰上一个越南的 因为越南那个小孩子 他们非常喜欢抢东西 在火车站一走 跟着他 突然之间跑上去 一拉 把他脸条就 哎呀一拉就拉走了 他呦 脖子很痛 拉走了 结果第二天 等他到上班 就是下班 下火车的时候 这个越南小伙子 在那里等着他 等着他说 我告诉你说啊 以后假的不要带出来 现在的小偷 比你正常的还凶 所以现在是颠倒黑白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很多人看上去很漂亮 带个假的 不过呢 讲心里话 台长就是穿一件假的 人家都说是真的 所以不该得人家的钱 最好不要去占人家便宜 实际上你会替人家悲业的 所以中国人传统上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不该得的财 你得了之后 你就会替人悲业 那么别人拿你的钱 会有什么效果呢 你本来就不应该给他赚的钱 他把你赚去了 实际上他就把你该受的灾难 赚到了他的身上去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赚人家的钱不是这么容易的 要赚的真心钱 不能黑心钱 希望大家要懂得 命是你先天的定数 就是你的命 所以算命的人 不会说我给你算命运 就说我给你算命 对不对啊 命是定下来的 但是运呢 就是你后天自己所造 所以很多人用运来改变你的命 命是不能动 运是能动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 那是什么 念经 不是念经 那就是我们的佛法 学佛的人才能改变他自己的命和运 再教你们一点吧 很多人只知道拜佛 咚咚咚咚咚咚 头磕得像打大蒜一样 有的人一到年初一扫头像 这里拦一根铁锁 每人手上拿一根像 因为这么就是位置比较小嘛 烧头像没人拿根像这样 等到12点钟一到 铁键一放 冲进去一扫 跑了 这叫烧头像啊 烧个浑香 所以烧香是从心里得来的 那么拜佛也是从心里得来的 台长教你们 讲几个道理给你们听听 拜佛的时候 为什么要轻微的点头呢 拜佛的时候 实际上轻微的点头 就是不向外求 而向自心求啊 所以有关心头像 实际上当你低头的时候 就是在俯瞰我本性的佛性啊 另外从人间阳间来讲 我们低头可以拉开你后面 颈椎的第三节第四节 让你舒服 因为这个关节的空隙 能够解除你神经血管的 冻结和扭伤 所以淋巴和脑水体 都会自然的流动 不受到压迫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拜佛 时间长了 他也要这么动一动 那如果动的时候 请把你的双手再合一合 那不就更好了吗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为什么要合掌啊 双手合掌 两手食指合在一起 食指为心啊 大家知道吗 食指连心 这个手指合在一起 说明你的心合二为一了 你是真心在拜佛 你的肩膀要松弛 代表你放下烦恼 所以很多人在菩萨面前 跪着说 菩萨阿伯 看见了吗 你已经拜佛了 要很松弛的 所以很多人 拜了一辈子的佛 都不知道怎么拜法 跑得去像捣蒜的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人一烦恼发怒 有道理的 一个人一发怒 肩膀首先就硬起来了 大家听得懂吗 不放松啊 你看看 看见了吗 顶住了吗 因为你们是弟子会面 我就跟你们讲了 明天大法会上 我就不会讲这些给你们 因为人的肩膀放不下 就代表你有烦恼 所以你会看向的人走路 这个人在动 这个人一边 你看很多公司的经理啊 management 或者做管理啊 boss 他们马路上指路数的 你看见吗 因为他有烦恼啊 你看这样放松的 那是什么 那走健身操的 所以人放得下放不下 跟他的血液循环都有关系 台长今天讲给你们听一点点 就是放下了身心的烦恼之后 你的妄念也会放下 因为当一个人一松弛 脑子就会放松 血脉就很自然的流畅 这个时候 你的心就会正念 所以当一个人很放松的时候 他不会吵架 不会去恨别人 去恨得紧张的人 如果要做坏事 他先是紧张 然后他就 大家看得懂了吗 所以 你们今天 待会上上会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相互看一看 如果谁的肩膀拱起来 就是烦恨不断 实际上人跟人是一种缘分 台湾 台长到台湾来是第二次 上次在高雄 在巨蛋 在巨蛋里边 非常的发起 为我们的台湾民众祈福 然后呢 真的 是这个台湾转向 这是关心苦大 不是我 是关心苦大 所以要谢就谢关心苦大 所以我 跟你们讲 世界为什么 在运行苦长 今天开心 明天不开心 实际上 都是你自己在心理调节的过程当中 希望你们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还不完美啊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会难过 因为他在不完美的世界当中 他一定要找出一个完美的事情出来 所以他永远就是悲伤 所以很多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我跟他们讲白马很多 王子没有 希望大家懂得 人生就是在欠缺当中在成长 因为人总是以完美的心 来追求 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 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错误点 所以大家要原谅别人的缺点 要看到人家的优点 那这才是你心中的完美啊 心如止水 了物残缺的人生 那是常态 人生不如一枝八九啊 希望大家 学会宽容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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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 能够换位思考 我就是他 我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知己知彼 才能解决问题呀 烦恼 就是 由你的心 而产生的 台长告诉你们 人要学会快乐 但是现在人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只有两种人 一种 是 小孩子 小孩子的快乐 那是天真不邪的 那些孩子笑的时候 他们没有压力呀 他们是一个 孩子 纯洁 还有一种 就是 测误人生的智者 所以 台长 就是要让你们 学博 成为一个 彻底明白 有智慧的 一个学博者 物质 可以买到 暂时的快乐 但 长久的快乐 来自于 内心 深处的 精神快乐 所以 人如果 想过的快乐 和愉快 必须 要 学会 放大 就是放大 照相机 照相照片 要放大 美好的生活 缩小 痛苦的 回忆 你才能 知足 常乐 有一个和尚 他去 云游 餐学 这个师父 他知道 这个和尚 他的信念 不够坚定 他就问他 弟子 什么时候 动生啊 那个弟子 就说 下行是吧 路途远 我要 多打几双 草鞋 他的师父 就说 好 我通知大家 明天 送草鞋 给你 每天 有人送草鞋 因为怕出门 还下雨 就给他 送了伞 堆满了 一个残房 小和尚 还是没走 他的师父 来了 说 你计算一下 你大概 这些鞋 能穿多少天 伞 还会 用几把 实际上 就是偷偷地 提醒他 你 应该赶快 精进地 去参学了 过了一个星期 师父 又来说 散和草鞋 都够了 你大概在路上 还会碰到 小河呀 溪流啊 明天 我请大家 给你捐一个船 你也带着走吧 这个时候 小和尚才明白 师父用心 两口 马上跪下来 师父 弟子 这就出发 我什么都不要带了 什么都是烦恼啊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做一件事情 重要的 不是身外之物 是否其全 而是靠着你的决心 有目标 带上你的心 目标 在远方 路在你的脚下 你每迈出一步路 都是一点收获 所以用心 什么条件都会具足 我们学博 只要精进用心 什么智慧都会具足 想起来一个小笑话 说现在很多人 给地府的自己的亡人 烧东西 烧什么都有 烧电脑啊 烧什么东西都有 说烧手机也有 说那个 那个人说 我爸爸过时了 一看 哎呦你们怎么 手机也有啊 是啊 什么牌子的 iPad from 6 刚刚出来吧 好我买一个吧 给你爸爸收点去 能用吗 能用 过一会儿又过来收 那个人说 你首先再买一个套子吧 因为单单用这个 电话 没有套子也不行 你再买个套子 好买个套子 最后 他想来想去说 这东西领不领啊 我爸爸会不会用啊 你知道他说什么 那个卖东西的人说 他说 哎 这个安排风的老板 都下去教他们了 你知道这个人挺好玩的 他最后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你能不能给我写上发票 他说干什么 因为他万一不会用 我就把你烧下去 亲自去教他 所以 学博不能等时间 一等就把青春等掉 一学就抓住了自己的时间 所以 菩提说 无乱是菩提 无乱什么 心中没有乱 你看看 为什么 早上准时吃早饭 中午几点钟 要十五岁 晚上几点钟 实际上这就是无乱 无乱就是智慧 希望你们尽忠常智 懂吗 碰到什么事情 一安静 智慧就来了 一烦躁 那就火冒三丈 所以希望你们 心念无乱 能够烦恼远离 这就是菩提 觉悟 所以无乱也是菩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质本的一个方法 无乱是什么 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去把它得到 哎哟 人家告诉你 这东西真好 哎 没关系 恭喜你很好 我不要 这东西 哎呀 你可以赚很多钱了 不要 这就叫无乱 无乱的人才能无执着 无分别心 就是不执着 他才不会觉得这个人好 这个人坏 因为有分别心 他就会春念自己 所以学会懂得圆是最让人费心的 因为这个圆来了 有时候你挡都挡不掉 比方说 你到单位里去上班 一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 看见老板了 哎 你先去给他这个缘分了 一看老板来了 我不会做 我做不下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用现代人说叫放电 不过我 好像台湾是用110伏电 是吧 其他地方是220 我们澳大利亚放电跟你喊240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就把这个网种上 然后呢 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时间长了呢 你就掉落个情窝 然后你天天就出不来 是你自己把这个网 织出来的 所以你就脱离不了这张情窝 所以张学友那首歌 为什么唱得这么动情啊 因为他掉下去了 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网 织好了 让自己掉进去 台湾告诉你们 我们如果缘分 只要一过头 你就会妨碍你修行 今天很喜欢这位佛友 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你已经进入缘分状态了 明白了吗 然后你就等着倒数吧 十九八七 最后你就飞上天了 为什么不能去攀缘 不能去把这个缘分彻底的去把它捅脱 因为这是过去的缘分 希望你们维持着这个缘分 否则的话 恶缘会让你堕落 否则的话 烦恼就会增加你的业障 心平气和 对别人要求不能过高 随缘 所以希望有缘分的人 就经常的要随缘 没缘分的人 我们不去攀缘 我们无法满足自己 而我们不能满足的人生 是最可怜的人生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可怜 因为你得不到满足 所以你才觉得自己很可怜 许悦外星永远不能满足 就是你今天要汽车了 明天还要更好 还要马西里 你还要更好的车 你今天有了房了 我还要海边的房 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一个 为什么最近澳大利亚海边的房子在跌价 因为有好几个房子被淹了 现在温室效应 它水涨得很高啊 大家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好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因为你永远体悟不到 佛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因为佛是有智慧 你拥有再好的东西 佛告诉你 那是无常的 很快就会变化 会没有的 所以人生没有假设 我假设 没有假设 天天活在现实的因果当中 如果我们每一天活在妄想当中 就是在对自己的生命做无谓的浪费 所以不能妄想要超脱自我 我们要在物中求解脱 我在联合国大会 世界宗教大会上 我曾经讲了一个故事 说我们布里斯本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有一个人 他在海边 很小的一个木屋 大概有二十多个平方 有自己的房子很好 那么那一天呢 他呢 就自己要到菲律宾去 有公事出差 他把房门锁锁好 他就走了 结果等到他回来了 因为布里斯本水灾 他拿着钥匙 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他那个房子了 因为水灾的时候 把他房子就飘走了 所以他房子找不到了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当你还不觉悟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存在的 当你觉悟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博讲的 死人即是空 空即是死人 有三个人被关进了监狱 这三个人关进监狱之后呢 监狱长说 我给你们三个人 一个要求 有一个美国人 他关进去之后 他就说了 我要抽血加烟 希望你给我三香血加烟 法国人说 我很浪漫 我要一名女子相伴 有一个犹太人 他就说 我只要一部电话 结果与外界沟通就可以了 三年之后 美国人抽完了烟 继续狂叫 我要香烟 我要烟 离开了 法国人呢 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怀里揣着一个孩子 肚里还有一个孩子 离开了 只有那个犹太人 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 谢谢你啊 这三年来 我每天与外界在联系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营业额增加了一倍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送你一辆车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说明你一个人在社会上 什么样的选择 决定你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过去选择的结果 所以我们想选择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就要拥有今天的生活 好好的选择 想要拥有美好的未来 你先要选择好你自己 修心学博的现在 比赛 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台长呢 曾经啊 在 在很多 台长在那个节目当中啊 经常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有一个听众呢 打电话 反馈 说以前呢 度了一个是尿毒症的患者 已经是无尿器了 就是不能小便 你们大家记住 没有小便 这个人基本上 胜衰竭就结束了 他长期做的透析 导致身体的盖支流失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 居然盖不缺失了 假的含量也正常了 以前他每次到医院去都要昏倒 求观世音菩萨之后 也不昏了 头上的大包 用大杯水 擦了三天就烧出了 他很精进的 学佛修心 他坚定相信观世音菩萨 所以很人厌 请大家听一下 师傅说一个发起的事情 我以前和一个 另外一个小同修 度了一个那个 肾病的患者 他是那个 就是尿毒症 已经是无尿器了 然后后来跟他介绍完心灵法门 他立刻就学了 现在特别精进 他说他每天都要做偷袭 然后 做偷袭的话 就盖会特别的流失 而他现在 学完心灵法门以后 就是盖人家去医院检查 说已经正常了 不是缺失了 而且假的那个含量也是正常的 他每次去医院的时候 都会晕倒 就是那种昏迷不醒的晕 而有一次 他就是去医院之前 就求菩萨保佑他嘛 他在去医院一点都没有晕 现在特别的精进 他头上有一次 起了一个大大的包 然后他就用那个大瓶水 擦了三天 突然一下就消失掉了 特别感恩观音菩萨 而且他特别的坚定 他妈妈 有一段时间 就看他脸色不好 就想劝他说 那个放弃 他就跟他妈妈讲说 那个一定要坚信菩萨 一定保佑咱们的 然后当时上完香 那香就打卷了 所以他现在随时都跟我沟通 我都觉得特别发奇 学国人要记住 不思后悔 就是过去做错事情 不要去后悔它 因为就过了 我永远没有了 就是没有过去了 不发脾气 不要生闷气 学国人不能生闷气的 他记住吗 如果有法师在菩萨面前 哎呀放松多好啊 生闷气 你说刚才学什么活啊 不能生气 而且人不能生闷气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要相互磕气 一团 和气 所以 实际上后悔是一种 耗费你精神的情绪 后悔很耗费精神的 后悔会让你倒退 会让你呢 做出更大的损失 所以后悔会让你制造出更严重的错误 所以人不能活在后悔当中 我们要积极向上 那么台长呢 最后呢 也是想跟大家呢 稍微讲几句话 真的太多了 准备的太多了 那么 台长 最后呢 跟大家讲 讲一个故事 我们就结束了 佛经上有个记载 有个记载 有两个兄弟 一个呢 是两个同修啊 同门兄弟 一个呢 是非常精进的念佛 但是呢 他不修福 他不修福 不做善事 不出去 他不是 另一个呢 喜欢修福 但是呢 是个穷苦人 帮助穷苦人 经常帮助穷苦人 但不念经 他还不念经 那么这两位转世之后啊 有一天 一位出家人 拿着空的箔 佛教里面 拿着碗的叫箔 去乞讨 结果呢 经过国王的花园 看到一头披荆带荧的大象 豪华的装饰 那是泰国的事情 装饰 是国王最宠爱的 这头像 这个时候 实际上 这个修的出家人 他是有些神通的 他已经修正了出家人 修正就是有些神通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走到 向着前面说 师弟啊 我们上世修行 都修偏差了 我没有修福 只是修智慧 落得长脱空脖 经常拿个空的外具 要穿 对不对 而你只修福 没有修慧 你今生生活无忧 穿金带银 有福报 但堕落到畜生到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懂得开悟 我们如果一个人富人 他不修心 有些人虽然虔诚的修心 但是他不去布施 其他都不管 这两种都不对 所以佛法界讲 众如是因 得如是果 希望大家修如是缘 就台上讲了啊 希望大家修如是缘 接如是果 我们学博人 一定要懂得 福慧 双修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永远要舍弃小我 成全大我 好了 大家看我真的还有很多 没跟你们讲 所以我今天不讲了 遇之后事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